大家好,最近BNO Visa 作出一個新的更新 就是容許1997年7月1日出席的香港人 而他已經年滿18歲,可以獨立申請BNO Visa 他的條件就是你付或是沒有一方有BNO資格 就可以獨立申請,不需要父母一起同行去英國 我昨天有觀眾WhatsApp說他嘗試用這種方法 獨立申請BNO自己去英國 但他發覺在這個申請途中 在系統上遇到困難 我就跟他做一次,發覺系統真的出了一個問題 我除了講這個問題之外 我的影片還會再講一下這次獨立申請 跟我們之前的一般申請的分別在哪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千萬不要走開 除了Lion哥團隊在英國義務的擴充 現在就公開招聘在Lottingham, Birmingham,倫敦 Bisto和蘇格蘭地區兼職的職位 有意者可以跟我們聯絡 聯絡的WhatsApp電話是 794-6633-168 大家好,我是Lan郭 我的Youtube頻道主要和大家分享英國的樓盤 以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看到有廣告的話請幫忙看看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新片的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我已經送出了聯文英國電子書的第一冊 第一冊內容就是由你計劃聯文去英國 如果大家還未有的話可以加入我的WhatsApp群或群租樓 WhatsApp號碼就是 794-6633-168 到一萬個訂閱的時候就會送出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 這一冊的電子書是由你入境英國的延續 例如在英國租樓和賣樓的過程和技巧 稅務,開英國公司,怎樣找學校 在英國生活的花稅 希望大家幫忙多些分量和推薦給朋友 而移民英國電子書的第二冊 現在開放給觀眾們廣告贊助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WhatsApp聯絡我們 最近英鎊大跌 很多美國人和香港人過到英國買樓 很多時候樓盤在拍片之後幾天就已經售出了 推出的太陋片大多數是過幾星期前拍的 所以經常出現有觀眾查詢樓盤時 這個物業已經售出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決定建立一個巴奧的群發群組 就是Lion哥的英國樓盤速遞 將拍好的影片第一時間給我們前座的買家 WhatsApp號碼就是 794-6633-168 有興趣的買家可以加入這個圖組 我們進入的系統已經有所跟蓋 它已經加了 如果你是1997年7月1日出生的 BNO Visa持有人的子女 你由年半18歲上 就可以獨立申請 如果你是用這種方法申請 你的提交文件 跟我們一般申請是不同的 額外你要提交 你的符或者帽子 BNO Passport的Copy 以及你們關係的證明書 換句話說 即是出生字 有個情況 就是父母不同意你去英國 他就不會給你一個護照 你會怎樣做呢 你只要提供到你父母的存名 以及出生日期 英國的Home Office 可以查到你的父母 究竟有沒有這個BNO身份 其實這個方法也挺方便的 未必是父母不同意你去英國 可能是父母不見了護照 或者他自己都忘記 自己有沒有申請過BNO Passport 這個時候你只要提供父母 或者沒有這個存名 他的出生日期 給Home Office 其實他們已經可以查到 你的父母有沒有BNO資格 但是大家要注意 這個更新 只是給1997年7月1號 以年滿18歲的申請 但是如果你是在1997年之前出生 就不合乎今次的更新資格 這次放寬給97年7月1號成年人申請 而這個成年人如果是結婚的 或者生了兒女的 可以帶他的配偶 和兒女去移居英國 至於其他的申請文件 包括這個TEP Tax 關係證明書 這個資金證明 和之前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 就可以看回我這條片 就可以看完 現在我就跟大家做一次的申請流程 看看做到哪裏就出問題了 首先我們進去 他就問你那個國籍 國籍 因為你是1997年7月1號出生 所以你的國籍 是Chinese 之後就問你的Passport資料 因為你是1997年7月1號出生 所以你只得特區護照 所以你要選特區護照 接著他就會問你其他的問題 大家跟著我之前的影片回答 這裏我就想跟大家說說 你是1997年7月1號出生 即你的資格 好了,我們明天看看 首先他就問你 有沒有這個BNO資格 你因為1997年出生 你是沒有的 填NO 好了,到這個版面了 他問你如何申請 第一個就說 你父母是有這個BNO資格的 你是他的子女 第二個就是 你是1997年7月1號出生的 但是你可能帶著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小孩去移民 所以就選擇第二個 第三個意思 就是 你已經有這個BNO資格 如果你是1997年7月1號出生的成年人 你應該是選擇第一個 好了,入到這個版面了 他就問你 要給他一個名字 你是依靠哪一個來申請的 你因為是一個1997年7月1號出生的兒子 你一定是依靠你父親或者母親去申請的 那麼這裡就打回你父親或者母親的名字了 好了,你填完父親或者母的這版本 就進入這個版面 這個版面就是出事的了 這個版面就是問你和你的父親或者母的關係 第一個 你是否你的父母的配合或者partner 這個不是啦 即是填不了了 第二個就問你是不是他的子女 你是啦 但是他就說 現在要是under18歲的 但是我們竟然是用這個 這個新根蓋97年7月1號 這個成年的資格去申請 我們一定是under18歲 第二又選不了 第三就問你 你是不是高度依靈你的父親或者母親戚關係 你是他的子女的 這個又不是啦 唯一一個相似的就是第四項 你是97年出生的 但與你的父親或者母親戚 我們就試試按第四項 我們試過無論你是選擇1234 其實他也要彈回一個版面 就問你 究竟你父親或者母親 有沒有申請過這個 BNO Visa 出現了這個版面 我們當然是答不是啦 因為這個父母是不會過來英國的 我們就回答了 但當我們回答了之後 他出現了這個版面 他就說我們沒有資格去申請這個 BNO Visa 好了 我們回到上一個版面 他就問你父母有沒有申請這個BNO Visa 其實這個新例 其實是讓你自己獨立申請的 父母是不需要申請這個BNO Visa 你也可以獨立申請的 所以這個點就很奇怪 我們走到這裏 其實是申請不了下去的 我估計的原因 是英國政府 還未測試好版面 所以那個版面的系統 是不適合的 我相信這個情況不是單一情況 當更多的申請者 發覺是 再無法進行 他就會向英國政府反映 到時英國政府 就會修改 系統 大家再留心等 英國政府再修改了系統 我再出身邊跟大家談 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大家好 我是蘭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跟大家分享 英國的樓盤 以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一個Like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 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忙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IG帳號 拜拜